週五 加州州長紐森宣布 美國商務部已經選擇加州 作為新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總部所在地 預計會建立設計與協作設施 成為美國晶片研究與設計設施之一 新設施由聯邦晶片與科學法資助 地點位於硅谷的森尼維爾 紐森表示 加州長期以來 一直是全球技術和未來思維創新的領導者 擁有全球人才庫、世界領先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以及頂尖的科技公司才得以被選中 新聞稿也指出 設計與協作設施 預計將在未來十年 啟動超過1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並召集來自美國各地的半導體領頭羊 幫助大幅推動半導體設計和製造領域的技術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劉佳佳總和報導